還有桌子嗎 不要擋喔 不要擋喔 藝人黃紫嬌捲入MeToo風波 在律師的陪同下 下午現身 台北地檢署附訊 後退小溪 後退小溪 一下車隨即遭大批媒體包圍 只見他穿著深藍色襯衫 戴著眼鏡 鴨神帽 口罩 面對記者追問 一句話也沒說 快點 先直接講什麼 來 請 警方4號一早 前往黃紫嬌住處及工作室搜索 查扣電腦 手機 平板等證物 妻子孟格如全程在旁陪同 而黃紫嬌的助理則是非常低調 我不知道耶 我不清楚 MeToo事件引爆時 先後有兩名女子 點名黃紫嬌 在她們未成年時 強拍不雅照 其實我一直都在思考 要怎麼去面對這一切 首先我必須 當然還是道歉 而4號北檢展開約談動作 主要是日前有民眾主動告發 黃紫嬌涉及強制猥褻及毒品罪 我在台北被范小軒 周俊偉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范小燕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檢方也依照六月份時 黃紫嬌這段自我毀滅式的直播自白內容 作為參考佐證 我不管 我就是要說出來的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 黃紫嬌爆料許多藝人醜聞後 省以一個多月 上個月19號卻突然在臉書發出兩萬字新聲 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市政也將隨著司法的調查 一一浮出檯面 在臉書網站很黃云凡 SU小組